八十岁 那从这个也可以知道 老子的岁数大还是释迦牟尼佛岁数大 为什么他叫老子呢 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八十岁了 为什么呢 知道吗 对 厉害不厉害 厉害 他这个会入丁吧 在妈妈肚子里入丁入了八十年 所以生下来他就八十岁 生下来头发好不知就白了 生而好手 生下来头发就是白了 史记是我们中国非常主要的一个历史注重 史记是谁写的知道吗 司马前 司马前 司马前跟司马光不是一个人吧 司马前做史记 司马前在他的史记当中有写到 老子者 老子者 属 货 货 货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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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离人 驱离人也 他爸爸姓什么 姓李氏 我们中国啊 姓氏是跟爸爸姓 姓李氏 名儿 有名还有字 过去还有字 字博洋 一约丹 他这个一号丹 有叫李一儿 有叫李柏阳 有叫李丹 他曾经做过 当时周朝的 这个图书馆的馆长 周首帐室之史义 这个时候的历 官历的历 他就是 管这些资料的 这就是管 史官 博同天地 在当时的时候 非常有名 乃至 非常勤奋好学的孔子 都曾经去拜过老子 所以孔子是周 当时他前往周国去 将问李与老子 又去向老子请教学问 老子曰 老子跟他说 这个孔子把自己的思想 报复 把他自己的治国 平天下的这一些 一番理论 表达了之后 老子说 子所言者 其人于古 其以修矣 这什么意思 你说的这些道理 虽然是古理 因为孔子说的道理 是不是他自己的 不是 孔子想恢复周理 你知道周统治中国 有多少年 知道吗 八百年 周朝统治中国 有八百年之前 人口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连山上都没有空地 因为天下太平之后 那个过去大概 也没有计划生育 哇 人口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就 平原住不了 住高山 住山上 山谷住了 才住 住山坡 住山坡 住不了 住山顶 那个周朝八百年 是中国非常顶盛 他的他的这个文明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们这个去年孔子这个电影出来 我们也看了 他非常想恢复这个周朝的这个礼仪 周朝的礼仪 在周朝的时候呢 像山东这个地方 最好的地方 所以孔子他身在 过去的这个鲁国这个地方 他自然就有这么一个好像责任感 过去周朝的时候 我们这里文明这么高 现在渐渐衰落了 然后人心不古啊 都开始 这个人 人意道德 所以他要复复 要恢复这个人意道德 但是呢 老子跟他说 你讲的这些东西啊 叫去网易 都过去了 人也死了 骨头也都烂掉了 所以在老子的这个道德经中也有 老子著道德经 但是著道德经就说什么 上人文之 情而行之 上人文道这个道德 情而行之 中人文之啊 讲信讲 下人文之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 乃至 老子在道德经也讲到 虽然我在讲道德经 但是这个世界上 不道久以 这个世界上 不道不是一天两天 早就不道了 所以他跟孔子说 你讲的这个 其人与骨精一宿 皆宿矣啊 人也早死了 死的骨头都烂掉了 你现在捡了两方破鞋来 在地上看到两个脚印 人到哪去了 人早就不在了 这些将不复 从这个道理上来说 我们人类是在前进而退步啊 所以我们现在 人越来越小 心分别面越来越重 土地的滋养也越来越匮乏 土地的精华退 在我们佛经历来说 土地的精华 往金刚地际缩 也就是往地河缩 缩进去 这个与现在的科学人 我们地球现在跟着太阳系 到了银河系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地的磁场在减少 甚至怀疑 就是我们这个地的地性 地极啊 南北极会不会改变 这个是 我们想想看 这个地球的这些情况 制造了我们人类的道德滑坡 还是我们人类的道德滑坡 制造了这个地球的情况 是这样的 人类没有道德了 就开始什么都变了 物质环境也恶劣了 人的生活的环境都恶劣了 独其言在耳 就是留点文字而已啊 留点文字啊 就是这个记载还是有一点 说君子得其实则价 不得其实则盆类而行 什么意思呢 这个阔弧 盆类是什么 盆类是什么 是缩利 什么意思呢 手带之而行 缩利是干嘛的 缩利翁是什么意思啊 带着缩利的啊 头上就带着 有个茅草边的帽子 就是说 走路的时候带着一个缩利而已 并没有车盖 这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君子 君子是什么 有道有德的人 如果 在条件寻洗的情况下 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能够引领一个人群的情况下 那你出人头地是可以的 所以得起价就好像现在有钱的人怎么样 有钱的人开宝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开宝嘛 开奔驰 至少有个轿车 对不对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人有道德 如果身份 其实 你可以出人头地 你可以调起 忽知 起力 忽知 呼应大家 你也可以称尊称贵 出人头地 让他做出头的船子 也可以做出头的这个灵 也可以做出头的鸟 但是 不得其事 如果不得其事怎么样 虽然你有财有华 但是 也要隐蔽起来 也隐蔽起来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用才华的话 被小人之所用 有诅咒为虐的这种 这种 不好的地方 反过来说 一个君子 如果得君子 如果这天下是君子 那我们应该起来 帮助把这个起 如果天下出小人 宁愿 这个 隐退 就好像陶渊明 退了再退 当官的当老百姓 老百姓又跑到山里去 当官的 当官 为谁当官 算了 不当了 这官不当了 不当了 到了乡里之后 然后又碰到恶霸 地痞流氓 然后不肯为 五斗米 折腰 再跑 跑到没地方 没人的地方去 所以甚至古人 喜欢到太湖 喜欢来江浙 浙江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 以前是偏远之地 是这个大海里面 刚刚从大海里出来的 地虽肥沃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人烟 但是恰恰是有一些 要隐退的人 就喜欢到浙江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浙江这个地方 以前像我们 我以前在新常出江的地方 就是说 有十八名寺 汝 祝 祷 佛 这些名士 隐退 隐居到那地方 那再往前 那个古人说 要隐退到太湖上去 结果他说 哎呀 太湖现在也被 也已经被封锁了 你太湖上 你打鱼 也要交税了 就是说 连隐退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古人就是说 他 就是很 很叹息 这个人啊 跑也逃不掉 没地方跑 躲了 哎 但是我们看 陶渊明那个时候还能躲 还能采取一动力一下 还能悠然 见南山 那陶渊明有没有 陶渊明有没有学问 没想搞的学问 他这个治理国家 平定天象 都有这样的才能 但是不得其事 不得其事 宁愿 守戴 说力而行 没有豪华的车 也不要紧 就像现在 你看你的宝马 我走我的路 哎 君子各行 各行其道 哎 就是这样 所以 由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华民族 千年以来 文化 几点这么深 纵使 像我们现在学的 主流的 不是我们中华 本体的文化 为什么这次 暑时暑期 我们要来补课 因为我们 远离了我们中华 本体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来补这一课 在我们的 在座的血液 还流着 眼黄自身的血 还有很多这种高贵的血 在我们目前的古大人类文明当中 中华民族的文明 是举世 瞩目的 是还是有流传到当今的 其他的像古希腊文明 古埃及文明 都没有直接的 都没有直接的 传承了 乃至 我们的中华文明 也是佛教的 东方文明的 最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在 我在这方面 看到 我们中国的希望 看到我们地球 人类的希望 因为文化 不是没有国界的 一个好的文化 将为全人类所享有 所以 幸运的时候 可以看到 中华文化 现在已经在全世界 遍地开发 不管是欧洲 现在还是美国 他们已经把我们 你看日本现在 最精华的东西 都是中国的文化 佛教的文化 来自现在西方 这个 将欧洲 以德国为首的 研究这个 佛教文化 研究我们中国 东方文化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电子科学之父 它就是从中国的 艺学里面 二进制得到的启发 而发明了电子 发明了我们现在电脑 我们现在就是 信息化时代 信息化靠什么 靠传播 传播靠什么 他传播 现在最先进的 传播科技就是 电讯 电讯呢 老祖宗 他的启发是什么 他的启发不是 十进制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然后从十再 再进一位 我们中国有一个 进制法 二进制 二进制 我们发 从中国发明的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但是这个二进制 却整个就这个二进制 就改变了我们地球 我们现在整个人类 就活在这个当中 这个源泉 却来自于中国 你说我们中国文化 是不是要大力加以挖掘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里面 五文之 两甲 身长 若虚 君子 胜德 容貌 若虞 一个好的东西 怎么样 你们家里是不是把好的东西都是藏起来的 是不是 不是 你妈妈的这个这个首饰你会会常常的放在外面吗 不会啊 你家里那大把大把的钱能放在外面的吗 放在家里还不安全呢 还放在银行里去 对不对 也是这样 所以 梁架 身长若虚 它长起来 好像就没有 家里没宝贝一样 这种感觉 那 那个呢 一个有盛德的人呢 一个盛德的人 一个有盛德的人 叫什么样 越知道自己 知道的少 对不对 越学问的人知道 啊 宇宙之大 学问之广 越是没学问的人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越是有学问的人 他就越谦虚 越谦虚 所以啊 容貌若愚 去子之交气于多运 你为什么 交气 交什么 交 骄傲了还能不能学进东西啊 所以骄傲令人落后 谦虚令人进步 对不对 谦虚实际 那还有多余呢 多余什么 多余就是自我膨胀 除了交气之外 还有自我膨胀 自我一膨胀了之后 就有占有的欲望 所以这应该 是应该去除的 对一个人 要想求进步的人 应当去除这种 交气多余 还有呢 太色语 形致 形致 就是这个 如果你的这个 你就认为 这我就是我 我爸爸妈妈生活 我现在妈妈妈长大 我这个 有这个自己的 这种姿态 这种 我认为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这是一种是 是什么 这是一种假象 迷失的假象 如果你迷失在 假象当中的人 这个时候就会 娶我 娶你 有我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这里面就建设 乃至什么呢 乃至有 就产生了很多 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切实际的想法 所谓说 需要的不多 真正我们生命 需要的是 没有多少 但是我们要求的太多 这个这个形 就是什么 多余的意思 没有意义的那种 你把我们人的 这种生命力 耗费在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叫形致 世杰 无异于子之胜 这些都是 对你的生命 将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生命 是长还是短 我们的生命 时间又短 我们的精力 又有限 那如果我们 把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精力 浪费到那些 没有意义的上面去 是不是很可悲啊 那爸爸妈妈 生了我们 是不是很悲哀啊 我们上午读了 那个的话 你看 爸爸妈妈 这么样子的 保护 爱护 给我们营造 好的氛围 如果我们就这样 浪费 没有学好 那不是很可惜啊 所以自己痛苦 爸爸妈妈也痛 社会上人看了 也太险 无所以告之则 若是而已 就我能够 你今天来求教育我 但是我今天 能告诉给你的 也就这些而已 上面老子 对孔子 一段答问 孔子来请教 然后老子 这样回答他 你们有没有听到啊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 好好去思维啊 主在人间 家在彼岸 心怀大悲愿 世事变幻 痛苦交接 痛等液盘上 我们相聚 吹随佛陀而来 同在殿座上 不仙气 kao kioshi ta kojishi o moli mo SU o mo ra jose ha o mo ra jose ha oh mo ra jose ha sa kung di mo ni o mo ra jose ha o mo ra jose ha da mo ra jose ha 神怡促 wow 孔子曰 孔子回去了 跟弟子们讲 鸟无知其能飞 鱼无知其能游 兽无知其能种 列举的是三个动物 鸟 鱼和兽 这说明什么 孔子曰 作为我来说 我看到一样东西 我会知道它的兴趣 我会知道它的兴趣 对于看到鸟的话 我一见到鸟 我就会知道鸟的功能是什么 它会飞 这是它的特点 一看到鱼 它在水里是不怕 我们会不会 我们到水里怎么样 我们不会怕 我们会淹死 鱼不会淹死 所以看到鱼不知道 它的特点是善居于水 在水是它的宫殿一样 你看到一个兽 怎么样 我们到山里怕不怕 那个狼在山里会不会怕 不会 兽无知其能肘 所以我看到鸟一样 我知道它的特点 但是我也知道它的缺点 什么缺点呢 你看 肘者 可以 为王 过去 过去抓野兽的时候 什么样 是用王把它拦起来 然后这边人啊 喊啊 乔罗啊 这些野兽啊 一头撞到王里去 所以 轴者可以为王 游者可以为仁 仁 仁 仁是什么 仁现在讲起来也是王 但是这个王跟前面讲的王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这个王啊 前面这个王啊 是比较粗的绳子编起来的 很结实 是比较粗的 这个 这轮呢 这种比较细的 甚至似乎都看不太见了 这种细的绳子 也是像一种王 也是抓野兽工具 非者 可以为真 非者可以为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剑 在天上飞的 我可以射的剑把你射下来 至于龙 我不能知 龙是什么 至于龙我不能知 孔子在跟他徒弟说 弟子们讲 就是像龙 我就不能知道 为什么呢 其趁风铭而上天 龙可以有形可以无状 我们的肉眼很难看得到他 但是他趁风驾驭 上天入地 叫神龙在天 不见其尾 这个这个 对啊 见首不见尾 见尾不见首 飘忽不定 所以这个就 孔子是吧 就跟弟子们是吧 所以我在世间所见的 我已经阅历很广啊 见鸟啊 但是比喻 其实就是见各种各样的人 见鸟啊 见鱼啊 见兽啊 我都见过了 但是 龙我不知道 我今天去见的 啊 我这次去见的 武经见老子 其有龙眼 这个里面用 我们孔夫子的 孔圣人的话来赞美老子 对不对 因为我 如果我们来赞美老子的话 因为我们学会有限 就是赞美一百篇 我想历史也不会记下来 但是作为孔子来赞美老子的话 因为他本身 他也是孔圣人 所以这个就 这个就分量很重了 所以这个里面 通过孔子来形容他 那他说 其有龙眼 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听到了 孔子说了 老子像龙一样 那龙是什么 龙是什么 龙说我们还不知道 其有龙眼 我们还不知道 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智慧 我们知道了什么吗 所以我们要学道德经 道德经是老子亲笔所写 通过道德经的学习 可以了解到老子的一些 就是思想 知道这个龙 知道这个龙到底何为龙 所以了解老子就是了解龙 我们都是龙的子孙 要不要了解了解龙 所以老子修道德 所以老子修道德 这个修就是赚起的意思 其学以自引无名为物 这个是评价 这个是作为司马迁 在诗迹当中 他对老子的评价 他说他是学自引无名为物 其实这个评价对不对 这个评价对不对 这个评价其实不太对 老子前面跟孔子还讲的 君子得其事者讲 不得其事者则彭瑞而行 在这里面讲他 觉得自引无为为物 这只是只能说明老子不得其事 那是周朝的这个结束的时候 这个春秋之初 春秋之初 这时候天下就是理数已经混乱 人已经开始 已经道德化破 大家各自为王 你杀我我杀你 这时候讲道德 不是情 不是时候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人的眼睛里 看到道德经 好像以为这个就是老子 他就是讲无为 他就是讲自引 就是讲不为天下先 就以为他就是专门就号召这个 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用我们今天来学道德经 我们有什么特殊意义 首先是该讲自 这个也符合于我们佛教自立 首先人应当自立 这也符合于儒家的一个人家 怎么样 先是修身 你能够你的身的威德力能够影响家 自然就起家 自然就起家 我们的自立有了这个功德 自然就影响社会 对不对 虽然我们本无异于要改造社会 但是你如果改造自我 它就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积极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学道德经 跟一千年前 跟两千年前 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历史意义 社会背景 道德经是一种方法论 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方法 它的无为 不是不做 什么都不做 它恰恰是有大作为的做 它是有作为的一种具体方法 你不放下怎么提起啊 这个放下不是说我不提起 放下是为了更好的提起 对不对 这个道理啊 在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一句 所以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随去 这个后面 就是它为什么自影无名为物啊 就是因为周已经衰了 没有办法来重振岗领了 没有这个能力 随去 就是到哪去了呢 往关外走 当时往关外走的时候啊 正好有一个关令 守关的一个关令 关一喜 他也是啊 喜欢修行的 有一天看到 自东方呢 有一种啊 这个 锐爱相关 用他的经验 判断 自东而来 将有一位圣人 这个圣人 所以这个是圣人的气象 圣人有圣人的气象 你比如说圣人有气象 连个玉 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玉啊 在说喜欢吗 现在最贵的玉是什么玉 和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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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怎么形容和田玉 你知道吗 和田玉出在哪里 新疆 新疆 新疆出和田玉的地方 远关叫什么 远关有一句话 新疆这个叫 昆岗之玉 就是圆关 它有一种玉气 它有一种玉气 是印到天上 远远的看着 出产玉的那个地方 它有一股那种 那种玉的那种气 我们在座 同学好好读书 我没好好读书 我把自己都忘了 这有一个 昆岗之玉啊 圆关有一个什么 是个形容词 很美的 但是近看 看不到 近看不到 圆可以看到 你想 连一个玉 它都有玉气 它都能应天应地 那圣人有没有 圣人有没有圣人之气 有圣人之气 观令一喜 它就看到自东而来 有一股 这个瑞爱相望 有圣人之气 它就判断 判定 就将有一位圣人 自东而来 紫气东来 紫气东来 这就是形容 当时 观一喜 所见到的 老子 从东方而来的时候 一种瑞相 有种紫气 从东方而来 观一喜 就等等 天天 等着 圣人来了 结果果然有一天 来了 是谁呢 看着一位老人 骑着一匹青牛 那牛 那牛不能走 它也在那 水的水 就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说 不识钱不要紧 不能不识人 不识钱不要紧 钱重要不重要 有时候不是很重要 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我们老祖先说 不识的钱不要紧 不识人 苦啊 不识钱苦一识 所以这关一喜他识人呢 他这个很识相 他一看得出 啊 甚人甚人 赶快上去啊 哦 恭敬礼拜 迎请到自己的官府里 供养他 供养了三个月 然后请老子 为自己写一些东西去 所以除了白天 不识人 请教老子 也请老子留一些文字给他 所以就在这个三个月期间 老子被一写 写五千年道德经 道德经写好之后 把这个道德经交给他 说你我也是一个缘呢 你这么尊重啊 尊重啊 有这样的品德 哎呀 我留一 这个事是我留给你的礼物 但是这个时候三个月一过啊 关一席跟老子怎么样 产生了深厚的师徒之情 哎 深厚的师徒之情 哎 你看你们现在有很多学生哦 一来哦 有时候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刚才有个小孩子 我到医务室去看 有个小孩子正在那边 跟着他妈妈在那里 哎 我进去了之后 他站起来 他这两天学的懂礼貌了 站起来合掌 然后我说 我问他 为什么啊 你有病吗 他说没有病 我中饭吃了吗 他说没吃了 我说你为什么呢 他说我吃早饭 我睡觉 晚上睡觉 中午午休 我都哭 我说你为什么哭啊 我想妈妈 那我问他 你哭了多少次了 他想一想 一二三四 我哭了三十次了 我问他 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来了两天 两天就哭了三十次了 哎呀怪不知道 我有一个垫子放出去晒了 是不是他哭湿掉的 哎呀 他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我这个还不适应 希望我明年能适应 我再来 他爸爸妈妈都在 高兴死了 因为什么 两天不见这小孩子懂事了 是不是 哎 你看今天还在闹呢 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生态吗 哎 哎 有啊 有的不好意思 没有的就很好意思 没有 有的就不好意思点头 说我生烦恼 哎 你为什么 生烦恼不好意思 那你还要不要这个 哎 知道不好意思就把它改掉 啊 你今天 或者刚刚来两天 还有一点 还想回家 还想怎么样 我估计啊 你五天啊 或者十五天下来啊 那天要离开会事的时候啊 再唱起啊 我们相别一觉奉行而去 大概要哭鼻子了 哎 因为那个时候要跟师父再见了 要跟会日式再见了 你是在家里多还是在会日式多啊 哎 不容易的 不简单 那时候你想想大概就要留恋忘返 还要哭了 哎 那 那个老子和观一席啊 也是啊 经过三个月啊 观一席也是 非常 深厚的 司徒之人 司徒之情 所以一关一席就流的泪啊 抱着师父的腿啊 师父师父啊 你到哪里去啊 我以后还是见到你嘛 嗯 结果 就是这样子 哎呀 哭着啊 练练不舍 结果老子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想见我 你好好地学我的这个道德经历 然后 你 到你当山天主中 去 去引修 就是实践 不是说学我这个道德经历 就是当师父这样看看文字而已 你要用你的身心去体验 然后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你再去天府之国 成都 哎 到成都之后 哎 会有一只青羊 引路 那个时候 也会见到 哎 结果 这样子跟这个徒弟说 我这个徒弟 你看 他总算有见到师父的机会了 他告诉你见师父的方法了 然后这个时候 老子在骑着清流 说 啊 摇摇晃晃出馆去 向西方去 老子在我们佛教里是谁 你知道吗 老子就是菩萨化现来教化我们这片 这方人的 他是哪一位菩萨知道吗 他是叫清一菩萨 清一菩萨的化解 后来观音告别了师父之后 一送别了师父之后 马上次官不做 次官不做 就听师父的话 然后到了武当山 他找到了那片祖风 在这个地方就 睫毛修行 遵循着道德经而修 三年之后 这个人啊 这个事啊 彻底的改变了 这时候 跟那个老子的心也能够相应 所以应着老子说讲 他就来到了成都 现在的成都 在古代就是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成都那个地方建成是已经将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很久了 所以到成都之后啊 他是怎么办呢 我怎么清阳在哪儿 清阳在哪儿 你怎么带我路呢 正在这个 这个焦忧愁的时候啊 哎 奇怪了 这真的看了一只清阳 踢踢踢踢踢踢 就自己带走 哎 清脆的提神呢 在踩在这个这个世界上 他说哎 真的有清阳了 结果就跟着这个清阳 被谁的这个清阳 走走走走到一个大户人家 哇 不是吧 凋凉滑动 那个门子 好大红油漆 嗯 随着这个就走进去了 走进去之后 跟着这个清阳走走走走 就走到内院 走到内院 然后 这个清阳就走走进一个一个小小的房 一个房间的门户 一走进去之后 里面就有生孩子的声音 那孩子的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要进去被别人不准了你 你不能进 我是跟着清阳来的 别人说哪里有清阳 哎 我是我是赴约而来啊 我是有个约定啊 我是来我是来跟着约定而来的 我一定要见 大家就很奇怪 这个人就莫名其妙 跑去桌下见人 跟随别定了 哎 里面 夫人生了一个小孩 生了一个小男孩 结果这小孩子生下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一生下来见分炸 然后这小孩子还说 是的 他说外面那个人是 是我的弟子 天里面放他进来 哇 这个 大家一听我们这个日期特的 然后就就就把他放进来 一放进来 这小孩子看了他 对他笑 他一看哇 又见面了 这时候怎么样知道吗 竟然这个小孩子拉着这个关习的手 两个人腾空而去 飞到天上去 待他直接升天了 就是因为要纪念 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家的这个小孩 乃老子脱胎 来接引关习升天的 但是也在人间 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奇迹 所以这个 这家府地 后来就变成纪念老子的一个 这个倒观 你们去过成都 有没有去过成都 去过成都的举手 你看还有几个去过成都 去过成都去过清阳宫的举手 那就活举手吧 凑个数 你们一个没去吧 成都 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清阳宫 到现在都在 这个就是两千多年前 遗留下来的 这就是老子在人间性化的一段故事 经营关习升天 所以这个宫就叫清阳宫 清阳宫 你们上网查一下 哇就出来了 很有名的这个是 我们讲到这个 知官官令已喜悦 只将盈利强为我住书啊 这个强什么意思啊 恳求您啊 为我写一点文字留下来吧 这强不是强谱 啊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这里有难求 啊 然后 于是老子随住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义 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所重 就是没有人知道 他是后来是什么 所重 他后来怎么样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请问老子现在在不在 哎 得道的人 于天地而永存啊 那我们来学他的道德经 也要让我们于天地永存 我们幸运不幸运啊 我们平时你读书这么多 不管你是读小学大学 有没有读过这个经 你读的那个经都是要生灭的 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哎 没有永恒的意义 这个道德经是怎么样的 它是永恒的 这个经 它是真理 我们学了经 我们都变成人 我们的人也变成真理 哎 我们的人变成真理的人格 我们以后的讲话 啊 那就也就是变得有力量 哎 身体也有力量 哎 甚至跟真理而永恒 与真理而永恒 所以老子生于周定王三年 母运八十而生 生而好处 故臣老子 哎 今天这个老子略传 啊 你们听了师父讲的老子略传 以后能不能跟别人讲 哎 哎 这下了解了很多 哎 但是就还是略赚了 略略一点点 老子现在就在 哎 我们现在学道德经 我们要一心祈求 老子啊 老子啊 啊 要加持我啊 让我知道您的这个意思啊 知道您的意思啊 我已经求了好多天了 你知道吗 我要给你们讲道德经 我也是第一次讲道德经 哎 这个能够符合一点老子的意思还好 如果讲的偏调的 那老子还要拿来拐棍来打我呢 对不对 拼拼起哭啊 老子啊 老子啊 啊 圣人啊 加持加持我啊 我能在您啊 写道德经 2500多年之后 这个这个 由于佛历是2554年嘛 那至少可以知道 这个道德经写出来 至少有2500年以上的这个历史啊 所以 老子在2500年前写的这个字 我们现在手里还能拿到 幸运不幸运啊 哎呀 这个是不得了 这是不是古董啊 哎呀 好好的我们要学 你有一个字能明白 都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这次暑期 我们的上午读的弟子规 弟子规 是以儒家的这个人生观为基础的 道德经是道家的这个人生观 世界观 哎 所以在这个我们做人 我们要想成长起来 我们要成熟 我们要圆满我们的生命 你不学儒家 你不知道这个世间的准则 是不是 对不对 为人为人职责 不知子道 哎 做人孩子啊 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这个父母之道啊 弟子之道 所以弟子归啊 让我们知道 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不学儒 所以这个不学儒 无以入世 不学道 无以万事 哎 这样子 你如果不学佛教呢 怎么样 哎 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世出世间 那 学佛教可以超越这些 更高 哎 所以我们儒 为什么我们中国 你看 辱世道能够相成 并容 能够啊 共同繁荣 就是因为 相互之间都有关联 都有关联 哎 做好人 是修道的基础 啊 修道研究万法的真相 是我们超越这些的基础 哎 你怎么研究更后 在海里里最珍聞的 天哪 alerts uins 我 没有 8 出品 湾 温柔难言 法理体闞 火焰花红酪 新嫌无别 直到永远 大方光花也 我们相遍 一较放心而去 五体大道舍 总的不血爱 五棕棚尼玛丽 阿尔无能力 耶稣阿 五棕棚尼玛丽 阿尔无能力 阿尔无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多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啊 弊虎 弊虎 魚 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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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弊大师傅 弊虎 弊虎 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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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第五页 要谈这个善调顺的地方 这个宝基金 这个宝是如来珍宝的基聚的意思 又称为宝底 这部经它的特色 一直在强调的菩萨释法 一反一正 它的次序非常的显明 是让我们能够得知菩萨修行所应有的态度和指描 当我们在深入的了解之后 它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都在当下也正在进行 上一次谈到菩萨有识取心和菩萨的识正之心 它一反一正 也都非常清楚 给了我们很明白的方向 这里就要谈菩萨法 一直都在讲菩萨法 为什么一直要谈菩萨法的原因呢 也就是离开了菩萨道 就没有成佛的可能 离开了菩萨道 想成佛别无事处 别无事处 我们看到第五页 善条顺这里 我们看经文 他说复词 加设菩萨有识败坏之相 这识败坏之相 就是有这四种现象 一旦发生了 产生了 那就有菩萨败坏 会坏了菩萨法的现象 也就是想违背了菩萨的精神 菩萨有识败坏之相 何谓为事 读诵经典 而生戏路 我们读诵经典是为了修行 为解脱圆满菩提 若只是续论 什么叫续论 续论就是不真实 要当成儿戏 你会非常马马虎虎的 不珍惜 或者是指停留在 语言文字的脉弄 或者像 近代 有些学者就 执着于所谓的文凭 跟语言文字的干扣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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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